黑道老大虐小弟 鞭形熱水燙鳥 綽好政科的北市33歲男子汪真奇 一年前創立天道盟文山會新農分會 和副會長稱國豪以老鼠回方式 吸收學生幫忙販賣K他命 只要招攬食人販毒即可升任幹部並分紅 但他身性多疑 因懷疑手下當廖北亞 竟用鞭形打造離開肉戰 再用電擊棒及蠟燭熱水電擊燒燙生殖器的醫院 最後命手下將燕燕一起的小弟載到醫院丟包 也有小弟收仗不力被他用鐵錘砍殺大腿 嚇得小弟們對他眼聽技衷 警方佐尋現代夫祖賢等九人 對於翁賢的殘暴行徑 連陸王的小弟都怕得說不要再混黑幫了 動新聞 小弟拍拍 報導